一疊又一疊文件被警方查扣堆在桌上 不是文宣活動 就是演唱會資料 沒想到這些全是詐騙工具 只要K唱票都是搶空 韓團BTS TWICE 甚至英國創作歌手鴻法愛德 被文創公司假見名目 匡騙投資 而且騙的不是藝人 就是富二代 藝人康康曾在節目上表示被詐騙 根據警方調查 文創公司的正式男子 負責找金主開演唱會 而言式男子跟國外經紀公司接洽 他們假裝邀請韓團外國歌手 並製作假文宣 聲稱辦一場演唱會可獲利40% 匡騙議員康康 前五六的天團成員小刀 甚至吳敦義兒子吳子文 至少15人投資受害 不法獲利上億元 尤其言式男子 還在業界被稱為演唱會教父 不少人因此不宜有他投資 這張合約都是跟國外公司簽 被害人也很難查證 他也把這些款項挪為包養酒店女子 還有償款巨額的私人債務 還有填補公司資金的缺口 那整個案子他們詐騙的金額高達 新台幣一億兩千萬元 兩人分工詐騙 被檢察官起訴後 法官原本裁定交保 他們卻因付不出錢 改財積壓 如今詐騙手法曝光 恐怕日後政商名流 都不敢再合作 這就有正常王家狠 台北從報導 六十一歲知名 命理師江伯樂與其無奈 秀出警局報案單 去年九月一號遇到投資 詐騙 不顧老婆阻止 解了美金定存 當時就是看到有人假冒 理財專家軟木化 在這個名稱叫做明日標股的網站 在臉書打廣告 張伯樂不宜有他加入LINE 投資群組 看到群組 大概有六十到七十人 都在討論股票內線交易 有人建議他只要匯入特定賬戶 三百萬元 買特定股票就會賺錢 卻遇上詐騙 身為知名命理老師 卻被詐騙 生效蜀虎的他解釋 去年犯太歲 投資才會被騙 江伯樂表示 雖然身為命理師 卻從來不會幫自己算命 這回沒算到自己會破財 他也呼籲政府要積極 處理詐騙管道 後來他也透露 靠著自己的專業以及投資 已經把三百萬元賺回來 但江伯樂也坦言 是自己一時財迷心窍 才會慘當冤大頭 三線網易軒 下方明台北財訪報導